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努瓦的样武化技场为名 希望打造三仙台地方品牌 透过宝宝谷的表演来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的到访 因为它的空间比较大 然后它的视野很好 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从今天的空间配置 然后整体来考量它一个多元性的一个发展 想到别人家其实就是想到 三仙台就是平地岸这样子 接管这个展演中心之后 其实我们的员工十位 大概七八位都是部落的青年 等于说他们在这里上班 那也是同时可以在部落里面 做很多的文化事物这样子 文化技场除了做阿光秀外 每天会有两场定时免费的展演 同时现场还有部落主人利用天然食材 刺葱 马告等搭配的青石饮品 也由小洋DIY 请部落一品贩售的服务 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料理在成功镇上比较少出现 大部分会做传统的风味餐 就是比较大草的那种这样子 那现在的人的饮食就是比较清淡一点 我们就想说不要就是什么都要那么多油这样子 一点点一点点就好了 所以想说要做青石的阿美族的青石的套餐这样子 努瓦尼安在阿美族裔是东边的地方 也是比西利安部落对三仙台对气的称呼 都管出现万岛三仙台的游客 能够到努瓦尼安文化技场 体验比西利安精彩的部落文化 演示新闻法 为了台中成功采访报道